Hello大家好 我是ShireK 其实这个思考是我在看各大博主 在做这个OPPO Find X6 Pro的首发内容是想到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看很多内容的评论底下 都有大概这样的反馈 这手机怎么都在讲一讲一讲 现在的旗舰机其他方面没能够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很有代表性 因为现在的新机潮 除非是产品首发了什么新的处理器 否则一款手机的内容很大篇幅 都是在讲相机 我相信 就让各位有同感吧 有同感的各位 这里扣个1 那现在的旗舰机 真的就只有这个相机值得好好分享了吗 或者换句话说 如果你不怎么在乎影像 那我们还有必要买旗舰机吗 这点呢 我们其实可以理性来分析一下 从实用性的角度来说 抛去品牌 我认为一款好的智能手机 由以下几个标准组成 设计质感 屏幕素质 性能表现 影响能力 快充续航 软件体验 剩下的就是像双热升器 全功能NFC和红外 这些小的综合配置 那以上这几点 我认为排名因人而异 有些人可能是生态和软件优先 那软件体验的排名就很高 那有些人呢 可能是经常有续航焦虑 那可能快充续航的排名就很高 但不管怎么说 以上这几点 是我心目中好产品的标准 那接下来我们就结合实际产品来看一看 终端机有哪些地方 已经能和旗舰机打一架了 哪些地方依然有巨大的差距 这个问题我相信就会有答案了 那旗舰机追求的肯定是以上所有点都做到优秀 就比如在设计质感上 旗舰机和终端性价笔记型的区别往往会很大 我们以刚刚发布的Redmi Note 12 Turbo为例 这款产品的正面颜值真的没得说 我觉得看起来完全不怂旗舰机 但只要你拿起来 你一下子就能发现 这款产品在质感上的差距 真的不是一个档次的 其实今年像是一家SRV 包括Note 12 Turbo 已经算是在设计上很好看的了 不过受限于成本 在质感上依然很难追赶旗舰机 但这一点有人会说了 那我带个手机壳不就行了吗 对啊 没错是可以的 没开玩笑 因为现实生活中大部分用手机还是带壳的 你带上壳 那旗舰机和中转机在质感上的差距可能就没那么大了 所以这点上虽然两者差距很大 但问题不大 真算是可以忍的 那屏幕素质上 你要说你看不出2000多块钱的Note 12 Turbo的屏幕 和我花快7000元 买的小米13 Pro之间屏幕有啥差距 那我确实不知道该说啥 无论是通透程度还是可视角度 确切实实 旗舰机现在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优势的 不过 随着国产供电的不断提升 这个优势其实已经远没有之前那么夸张了 我举个例子 4月1号的时候 我的主力机OPPO FINE的AXO PRO 喝酒喝丢了 第二天我女朋友用我的iPhone联系出的车公司什么的 然后我就用我之前的王者主力机 就是平时只放在我包里打王者的GT65 来当了一天的主力机 说实话那天我用的挺开心的 因为就聊聊天看看视频啥的 其实我觉得realme这款产品就是质感太差了 而屏幕素质这方面 我个人觉得并不会让我从旗舰机一回到这就难受的不行的那种 这个感觉就是你能知道两者有差距 但差距不至于大到让你完全用不下去 所以在屏幕这中端性价比机型的进步已经很明显了 虽然和旗舰机还有差距 但我觉得这个差距要比质感这小得多也合理 是吧 毕竟质感属于包子的皮 那屏幕素质属于包子的线 那在性能表现上 这个东西得分时间段 因为每年的旗舰芯片一开始都是比较贵的 但随着成本下降 可能到年底或者第二年年初 就会有终端机型直接用上旗舰芯片了 那不管是天机9000还是骁龙8plus 现在都有售价很合理的这个终端机型用上了 所以在这部分呢 性价比机型肯定也和旗舰机有差距 但这个差距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使用寿命上 而不是短期内的体验上 那现阶段很多终端性价比机型 玩起游戏来是一点也不比旗舰机差 但毕竟可能是老芯片或者终端芯片 使用寿命上可能不如旗舰机 那在快充体验上 那这一点性价比机型可以说是完全不从旗舰机了 甚至旗舰机往往因为内部要塞很多东西 要控制厚度和重量 快充可能还没有自家性价比旗舰来的猛 所以这点上旗舰机可能是没有啥特别强的优势了 那在软件体验上旗舰机的优势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是系统维护的时间往往会更长一些 第二是系统广告可能会更少 不过性价比机型也不是完全没用适的 就对于我来说 我很看重了高叉自定义 realme就有 但OPPO FUN的X2 Pro就没有 不过整体来看 旗舰机在这方面还是有用适的 那在其他的一些小点方面 好消息是 性价比机型也基本都有双生器 AFC甚至是红外了 有的还用上了X2线型马达 虽然马达和扬生器的素质 往往没有旗舰机好 但有总体没有强 所以你看来看去能够发现 现在旗舰机真的能吊打性价比机型的 好像也真的就只有影像系统 旗舰机能玩多注射 能玩更好的跤轮覆盖 能玩更好的四彩科学 而这些在性价比机型上往往都没有 哪怕主射传感器用上了还可以的 算法很可能也跟不上 而超广角和长焦在性价比机型上 一般也只能算是有了 但效果也基本都堪忧 所以回到我们开头的问题 我们现在还有必要买旗舰机吗 说实话 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真的没有很强的必要了 原因就是整个行业的进步 使得很多便宜非常多的性价比机型 已经能够很好的满足日常需求了 你花3000块钱 可能就能获得7000块钱 旗舰机90%的功能了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这4000块钱你自己留着不香 所以如果你在纠结于这点的话 其实你买个性价比机型就可以了 现在买7000基一定要很明确 我就希望更好的影像系统 我就是喜欢拍照 那确实就是7000基拍照好 那我就只能用7000基 要么是你很在乎质感 那我哪怕平时带壳 但我忙一天回到家躺在床上 把它壳扒下来 好好抚摸抚摸 也觉得挺舒服 那多余的钱花的也是值的 要么就是我喜欢用iOS 那苹果手机那就没有便宜的 所以怎么选就看你到底在乎什么 不同的人可能会差异很大 就像我和朋友在选择住房的时候 角度就很不一样 他就喜欢住低价更高的地方 但房子本身可以稍微差一点 而我对于低价则没那么在乎 只要生活便利就行 但我希望房子本身好一点 正是每个人不同的选择 到这个市场上有这么多丰富的产品 那视频的最后 大家伙把你正在使用的产品价格打在公共上 我看看各位都买了哪个价位段的产品 大家伙可以分享一下 你现在还会花六七千块钱去买手机吗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也别忘了点赞评论一键三连 我是TK 我们下期视频见 祝我好运 拜拜